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我们在朗木市镇 昨天过来的 然后今天可能还要再待一晚 明天我们就走了 朗木市镇是一个小镇 好像是甘肃还有四川两个县之间 共同管辖的一个小镇一个区域 这边就是朗木市镇的小街道 然后基本上店铺都不怎么开门呀 因为这边可能还是以旅游业为主 但是受疫情影响就没什么游客 基本上没有游客了 只能这么说 基本上就我们俩游客 我们昨天到的时候去做那个登记 然后看见那个登记簿上面 最早的就是我们的上一个游客过来这边 朗木市镇旅游的 还是一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说二三 将近两个多月 没有任何外地游客过来这边旅游 所以呢 我们估计是这个小镇里面登记在岸的 唯一的两个外地人 是这样子 我们来的不是季节 对我们来的季节也不太对 如果说是五六月份来的话 其实那个时候会更好 如果该大草原呢 整片草原都是绿的 然后周围开车一直过来到朗木市的话 周围的风景也会很漂亮 朗木市这边的话 应该这个风景也会不一样 就这样子 哎呀 不过现在这个疫情影响 这个朗木市镇小镇不是特别热闹 特别清净 出帅了 出席 我们现在已经往这个白龙江的江北这边去走 这边是属于甘肃的陆曲县管辖的 雪宇 你觉得我这里是甘肃啊 宿团 甘肃 甘肃 从这个坡道一直走上来 就是在白龙江的北边 看这周边的店面都是关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邀请 这里是半山腰风景特别好 真的很漂亮 感觉拥抱整个大自然 对面都是雪山 然后周围这里形成了一个盆地 然后这边就是朗木寺的居民居住的地方 这里可以看到全貌 我们先从左边看 这边是红石崖 然后寺庙 朗木寺 然后下单下面 这边是村庄 然后再去到那一边 那边有个峡谷 朗木寺大峡谷 听说那个白龙江的源头就在那边 还有仙女洞都在那边 真的来到这边 这个朗木寺啊 这个小镇真的好清静 清静的不得了 有点像那种回村的感觉 哎呀 有点 如果说人这一辈子都是归于平凡的话 那么在这个地方去定居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如果疫情没有来临的话 这边其实会有很多游客的 像很多外国人 外国游客 他会来到这边来玩 他有点像欧美那边的一些小镇 所以说像我们中国幅园辽阔啊 就像这边的风景美景 真的是也有很多地方有这样的美景 也不一定非得到去到国外才能感受得到 在这里就可以啊 这里就有点像 瑞士啊那种 他们那种小镇啊 小村庄 然后周围都是一些草原 高山之类的 雪山 这边还蛮多人过来朝拜的 现在我们在这个山坡顶上待了十几分钟 刚才给大家看到了 就是这边有不少的教徒啊 佛教教徒 他们沿着这个佛塔 一直转一直转 刚刚就网上查了一下 像他们其实还是属于自己的一个信仰的 佛教教徒转山转水转佛塔 就无关风景 只关于信仰 这就让我想到了 老实说我觉得 现在我们都活得蛮浮躁的吧 然后尤其是像我这种 老实说我觉得我蛮浮躁的 感觉人生没有什么大意义可言 但是你又不甘于没有意义 所以呢 你就感觉这个生活 就会比较乏味 那你乏味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烦躁 嗯 就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我都会在想 哎 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个信仰 无论是信宗教也好 还是信什么样也好 嗯 总要找到自己的一个信仰 这样子感觉自己的人生 才能够慢慢丰满起来 后面的日子才能过得更加 嗯 实在 对 是这样子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半了 我们刚刚在上面也待了将近大半个小时吧 至少三十分钟 然后现在天色也暗了 我们准备要下山 然后准备要回去煮东西吃了 好了 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